真就不能再看看了嗎? Shit Hello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大白,咱們今天繼續來玩 黑森丁七寒 上一次咱們是坐著小白船 砸到了原先的火車站 C院3有什麼想知道的嗎? 那當然是黑森丁劇院了 黑森丁劇院啊,就在我住的公寓對面 那是為了紀念路鳴奇蹟而建造的劇院 算起來已經快20年了 不過前幾年開始經濟危機讓劇院運營遭受挫折 去年,也就是95年,劇院附近發生了毒氣襲擊事件 對劇院打擊很大 我記得去年黑森丁車站的135列車也發生過毒氣了 沒錯,兩起事件只是隔著幾天 大概是狂熱的信徒為了響應發生在東京營團地鐵站的毒氣吧 我平時也有關注這種事情 所以會有意識的去收集這些資料 我的房間裡有關於這兩起襲擊事件的詳細報告 西元如果有興趣可以查閱一下 嗯,咱們再來看一遍 哦,關於黑森丁能講三天三夜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在我房間裡找很多資料 其實我比較喜歡去人多的地方 自從懂事之後就經常去黑森丁 對陸名村也不太了解 我只知道陸名村有幾百年的歷史 大正時期一度憑借煤礦繁榮 就是有礦樓 不過因為很快就因為戰爭衰落 畢竟要打仗嘛對吧 戰後陸名村開始發展農業 種植的水果蔬菜遠消於日本各地 特別是西瓜超好吃 啊,對,西瓜超好吃 也超貴唷 但得益於農業的發展 陸名村再度來繁榮 這段歷史被稱作陸名奇蹟 嗯,也就是上一次咱們 也就是剛才咱們黑森丁劇院談幾道的黑森丁奇蹟 可惜經濟危機再次沒落 御賢小姐,你知道陸名村的村民除了信仰 枯榮神和真理天堂還信仰過什麼神嗎? 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你哦 天機不能泄露 你知道言語之中皆有靈 我們不能隨意呼喚神的名字 當然了,庫榮神大人是一位善良仁慈的神明 怎麼叫他都沒事 可人家已經死了呀 就成了一個巨大的路頭了 然而不是所有的神都是善良的 隨意使喚一些神明的名字 可能會招之不幸 可以說,所以說呀 關於那個神明你還是不知道為好 我只能說這些 之後我會去東京的一所高中教國語 就是教中文 真的嗎? 沒錯,我可是花了好久才考到教室資格證 是嗎? 魚泉小姐,すごい呢 如果西元哪天來東京玩的話 可以來找我 嗯 那就暫時,咱們暫時沒有什麼 也就是說咱們現在還得 還得要想辦法 這裡有一封發明的信 我知事情終將洩露 我的丈夫也因暴行而死 應該就是那個松山吧 這些結果皆為報應 但村中的邪術盛行 所作所為 比真理天堂更加惡劣 那基本可以確定 真理天堂就是邪教組織了 就不用想了 我將證據留於殿中一霞 願看到此信者能將真相公諸於世 這封信似乎是松山妻子寫的 信上說 陸明村盛行比真理天堂還殘忍的邪教 難道說小路 小路說的那個心神有關 哦,原來你還在啊 火車,火車要開了 這麼晚真的會有車站嗎? 這車站不都廢了嗎? 火車終於來了 西元桑 還有小鴿子 這一路多虧你們 如果沒有你們 我可能永遠都要留在這座深山 這份恩情我會永遠銘記於心 我也會永遠記住 一弦小姐這份追求自由的決心 西元桑 我真是越來越喜歡你了 啊,本当に大好きだな 按照事先的約定 我該把太陽雨給你們 啊,很抱歉 我忘了找裝雨水的容器了 不用什麼容器 炎藥水大小的瓶子就行 我正好有 其實太陽雨就是普通的雨 混合著狐狸的眼淚 要是我平時我才不會這麼苦 不過西元桑這麼舍命幫助我 我會努力擠出眼淚 擠出眼淚? 我有這麼不堪嗎? 好了,西元桑 得到了太陽雨 謝謝你玉璇小姐 空中神大人一定會欣慰的 既然你們是從兩年後過來的 那空中神大人還好嗎? 我能說什麼呢? 我能說他已經 他挺好的 那我就放心了 最近聽族裡的狐狸說 信仰空中神大人的人類越來越少了 這個時候就要撒點善意的小謊 玉璇小姐 空中神大人一切安好 他也需要您堅持追求自由的腳步 不要回頭 等你回去了 帶我向空中神大人問好 是時候出發了 玉璇小姐 你忘了這個 這個手錶似乎對你們有用 你留著吧 這塊手錶已經摸索很嚴重了 你卻一直戴在身上 它對你很重要不是嗎? 啊,這是我15歲生日時候 空中神大人送我的 那既然如此這塊錶 只要你還是好好留著吧 就當做空中神大人 一直陪伴在你身邊 喜悅桑 真的謝謝你 宏斗你 在我的人生中 能遇到空中神大人和你是我的榮幸 雖然很不捨 但有緣再會吧 嗯,再會 玉璇小姐 玉璇小姐緩緩走向火車 將世俗的眼光和 這 完了 文王 這倆字不認識 拋著腦後 一天前 我像無數同齡人那樣 坐在空蕩的教室 面對空蕩的襲堤 轉眼 我就要 我幫助狐狸尋找自由 躲過致命的危險 把車站翻了個底朝天 這一切都是曾經我不曾想像的 漆黑的森林深處有什麼 我一無所知 但我向前的腳步變得更加堅定 你衝 丁 你充滿了決心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過去呢 就是踏著這艘船過去嗎 就是從這艘船 那我們要怎麼過去 你看這有出去 對呀 一俠之中 那應該是在這裡吧 也應該是在這裡 畢竟那封信是在這兒找的 現在可以回去了 咱們可以念血了 但咱們這樣不算 終於回來 趕緊去找那隻鹿吧 嗯 但這樣咱們不算篡改了嗎 篡改 篡改事實嗎 我們拿著太陽雨了 卧槽真的 就在這兒 雖然說不多 但應該夠用 你們是怎麼拿到的 很難解釋 簡單的就是說 我們去了狐狸出嫁的現場 然後發生了很多複雜的事情 那你們一定是看到狐狸逃婚了嗎 聽說玉璇家族 拍了很多狐狸去搜索 都沒有找到玉璇小姐 廢話我們去的嗎 我還聽說有 妖怪目擊到一個穿上黑色衣服 不知道是男是女的人類 把玉璇小姐拐跑了 噗 不管怎樣 你們能拿到太陽雨真是奇蹟啊 不過有件事情我必須要坦白 抱歉 其實 這座橋是唯一通往黑森丁的路 沒有其他路可以去黑森丁 我沒想到你們真的會找到太陽雨 對不起 我不該騙你們 既然已經把太陽雨拿到手了 那過去的事不需要在意 太感謝你了人類 人類總挺奇怪的 我叫西元夏森 西元大人 您的胸襟和善良 已經 企及骷髏神大人的十分之一了 難道我就是骷髏神大人轉世嗎 你這是在誇人嗎 我可從沒誇獎過人類呢 廢話一般人也聽不懂 話說直接把這個滴在樹下就可以了嗎 上一次見到玉錢樹開花還是在三年前 玉錢花不僅很美 還會散發出淡淡的光芒 那種光芒可以驅走霧氣和黑暗 自從骷髏神大人失去了神力 他就每天在這棵樹前念叨 玉錢怎麼樣了 他一定希望這棵樹能重新開花 啊 抱歉 一想起骷髏神大人就說了好多話 所以骷髏神大人到底多大 他剛才一開始和他做小白船的時候 看起來應該是和 玉錢長得差不多 頂多比玉錢高一點 但根據這個玩意來說 這個玉錢 這個骷髏神好像 就是特別大那種 然後樹一開花 周圍霧沒有了 沒有開花 這就是玉錢樹開花嗎 果然這棵樹已經沒救了嗎 會不會是太陽雨的量太少了 即使這樣還不能開花 說明骷髏神大人已經 死了 抱歉 其實我早該料到是這個結果的 大家都說 骷髏神大人已經死了 但我不信 我告訴自己 骷髏神大人 只是像平時那樣睡著了而已 你 骷髏神大人 至少讓我把這最後一隻花獻給你 你要怎麼獻呢 哦 骷髏神大人 這是您最喜歡的玉錢花 然後活了是嗎 玉錢花在發光 不會又是回憶吧 果然 不是回憶 哇居然真的開花了 是玉錢花 骷髏神大人身上 開滿了玉錢花 骷髏神大人 您看到了嗎 你最愛的玉錢花 終於開花了 您看到了嗎 我相信骷髏神大人 一定會看到的 嗯 頭骨好像發出了什麼聲音 是骷髏神大人的聲音 骷髏神大人在說話 於溫柔的春風中 骷髏神的殘骸似乎低雨著 請以五至一海 坐入通往自由之路 他要去的地方 白骨雷雷 他走過的地方鮮花爛漫 露骨怪壇 中 這算是第一章的好結局嗎 因為骷髏神大人已經救不活了 咱們再來對一次話吧 在我臨走之前 空神大人還活著 他已經和這片土地融為一體了 嗯 西元大人 我會永遠記住您的恩情 還有我 我也出了不少力呢 也謝謝你兔子尾巴 嘖 接下來你打算怎麼做 我會一直守著這棵樹的 會有路過的 會給路過的人講骷髏神大人 還有西元大人的故事 我的就算了 西元將會害羞的嘛 我們要繼續想想黑森丁了 再會 嗯 西元大人歡迎常來看看 這棵樹比 過去任何一年開的都要茂盛 天上的鳥對話不了 怎麼了 我還有一點在意 在車站發現了那封信 信中說 關於村子盛行邪術的證據 就藏在點心店裡 這個不重要吧 再說黑森丁又已經在眼前了 而且 御賢小姐不是提醒過 不要調查村子的過去嗎 小林川老師說過一句話 任何的案子即使微不足道 都是時代與社會的 症結 了解這些村子的真相 或許對解開發生在黑森丁 劇院的事情有幫助 那是這樣沒錯 而且 抱歉 其實我也有個人的原因 想想還是先告訴你 其實我八歲前我們一家住在黑森丁 八歲那年我和我媽遭遇了一場車禍 我小幸活了下來 車禍之後我失去了八年前的記憶 八歲前的記憶 每次我回想起八歲前 腦海中浮現的是一片黑森 黑森林 那場車禍媽媽的樣子 似乎被藏在了那片森林中 這些問題困難了我很久 我知道終究有一天我會找回答案 只是沒想到就在今天 既然已經來到這裡 我想解開其中的疑問 我相信這些疑問的答案 就藏在黑森丁和露鳴村的過去 童谷 我知道你迫切想去黑森丁 如果你不想回露鳴村的話 不管夕焰這樣做什麼 我都會全力支持的 咱們已經喜提了一個老婆 不對咱們主角好像就是女的 嗯謝謝你 那就是說咱們現在還得去 回到原先的那個黑森丁 不是黑森丁 是原先的 我去氣氛一下子不對勁了起來 你又來了呀 話說我怎麼越來越覺得你挺眼熟的 你一定記錯了 哎呀 啊對了 如果你是想找人說話 可以去村子盡頭的木橋邊上 那裡現在挺熱鬧的 哎真的嗎 哎等會我才不會上你的檔 那算了 本來可以順手把你抱過去 哎不用 哎我自己能跳過去 啊撐桿僵尸 撐桿跳舞僵尸 那當然是開了 真相就在眼前嗎 門打開了 要是斷床的兩截 我記得那封信上寫的證據藏在一個盒子裡 先找找有沒有那樣的事盒子吧 咱們當初就是在這裡發現了 呃 預前小姐 化妝盒的海報 該不會就是這個吧 你看 藏於一盒之內嗎 海報後面有個舊的櫃子 櫃門緊鎖著 這應該就是那封信裡提到的盒子吧 找一下能不能開櫃子的鑰匙 帶著有幾條腐爛的鑰匙 一些有些腐爛的魚躺在瓶子碎片中 那鑰匙是不是就在裡面啊 西元 這裡有些果然很不妙啊 我記得宋山的妻子是跳河自盡的 這裡到處都是魚形味 怎麼還不知道傳來哪的水聲啊 有多半道鬼了是吧 魚肚子裡好像有什麼東西 上面寫著大楚星陳盛旺 哇魚的腸子都出來了 喂不要亂動了 西元江你為什麼這麼手煉啊 在家都是我做飯 處理這種魚我最拿手 哇西元江好賢惠啊 但這樣真的很噁心啊 知道了知道了別亂動 血弄到你身上我不負責啊 那你小心點 在魚肚子發生人 真就大楚星陳盛旺唄 寫著一行小字 風水能使 稻河 刮果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生長 我已將開轄之關鍵 融於風水交在作物上 啊那個刮 就把這個西瓜打碎 它一定在這裡 風水有這麼神奇的效果嗎 先看看裡面有什麼吧 啪 這怎麼感覺像打死人的聲音 西瓜露出了新鮮的果肉啊 果肉中夾仔的一個 展現了銅鑰匙 這個應該就是櫃子的鑰匙 不過為什麼要藏在西瓜裡 應該是在西瓜剛開花的時候 鑰匙就藏在花圆中 等西瓜長大了 鑰匙就藏在果肉裡 據說戰爭時期 陸名村那些上前線打仗的人 很喜歡用這種方式傳秘密情報 啊 就是把秘密情報放在 花圆裡然後等它撐瓜來 然後送你去 哇 可這樣不嫌麻煩嗎 那你傳一次秘密情報 得花多長時間 陸名村的過去 那個不能言說的神明邪術 一切真相已經在我面前 僅僅只有一扇門的距離 甚至我還希望裡面有更多的東西 我八歲前的記憶 媽媽的死 爸爸離開黑森丁的原因 我深吸了一口氣 迎接即將到來的真相 然後就出事了是吧 裡面什麼都沒有對不對 怎麼了 裡面有很多信 但都已經發霉腐爛了 看不清上面的字了 別灰心 也許我們能在黑森丁找到線索 近在支持的真相 一瞬間煙消云散 陸名村的秘密 隨著信上的文字 再次隱藏在漆黑的森林中 這就不能再看看了嗎 Shit 好 咱們剛才出去一瞬間 是不是有上吊的人呢 那幫人來了 即將離開陸名村時 我忽然聽到身後有無數聲殘叫 叫喊 都是你的錯 我死了 又回來了 你這個丫頭 雖然古怪人還不錯嘛 謝謝誇獎 我能再回去嗎 回去好像也沒必要 那麼這期視頻呢 就先到這了 喜歡這期視頻的朋友呢 別忘了視頻下方點贊 硬幣收藏關注 我是打白 咱們下次視頻再見 掰掰